关键时刻!又一个国家在美背后捅刀子,警示美国盟友,明确表态支持许军。 在叙利亚南部德拉省进入和平程序的关键时期,又有一个国家明确表达了对叙利亚政府军的支持,这个国家正是与叙利亚南部边境接让了约旦。 要知道约旦可是十足的新美国家更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因此在如此关键节点,约旦明确表示对叙政府军的支持让外界大感意外。 据约旦外交大臣艾玛萨法迪此前表示,对于旭军已经控制了与约旦接让的边境地区, 叙利亚德拉省几乎已从叙反对派武装分子手中彻底解放的现状。 我们表示欢迎,并且约旦明确反对本国和叙利亚边境地区,存在叙反对派武装分子以及除叙利亚政府军之外的其他军事武装力量。 外界对约旦的表态之所以很诧异,是因为约旦明确表示其反对叙利亚德拉省境内,存在叙反对派武装或是其余军事力量。 但事实上,旭反对派武装一直是美国在叙利亚境内的代言人,在德拉省境内也曾屡次发现美军的行踪,因此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约旦反对美军,以及美国代言人的存在让人摸不住头脑,也被美媒形容为在美国背后捅刀子的行为。 军事专家则表示,约旦这么做主要是不想引火烧身。 毕竟如果有恐怖分子存在于约旦与叙利亚边境,那么这批恐怖分子随时有可能对约旦造成破坏。 这是约旦不想看到的局面。 接据此前约旦和美俄达成的有关在旭西南部划定冲突降级区的协议已明确规定,在这一地区内置允许有序政府军这一支武装力量的存在,所以约旦的表态也是在坚决执行这一协议的表现。 至于其表态可能间接损失了盟友美国的利益,美国也只能选择吃这个哑巴亏。 因为美军不可能明确表态支持旭反对派武装,并且为牵制叙利亚政府军以及俄助旭军事力量,美国非常需要约旦这个盟友,因此美国也不会为了当前小力而得罪约旦。 可以说,俄区联军在旭西南部地区取得的胜利已收入囊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